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那现在是马上就需要打一个胜者组的比赛一场TVP 其实跟大家可能想的有一点不一样 一开始大家可能想的Sloot是那个打Puck 应该是Sloot会赢 应该是六四开左右 然后Major打Marinode应该是Marinode的感觉会赢 完全和大家有点想的不太一样 我第一场是觉得Sloot会赢 第二场Major打Marinode我是没有想到 赢得好像比较轻松一些 是 满着满着就赢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地主点某个人指点江山 说的是Sloot跟Marinode会出现 只有是坐在这个台上的某某人是不是 太可怕了 我本来都不信了 你知道吗 但是这每天经历下来 我真的觉得 我天天在告诉你们要相信科学 那你自己也不信了 没有啊 我现在还是依然坚信的科学 好 Puck的话对阵Major 那他们两个实力其实也是非常相当的 我觉得Major可能会稍微强一些 嗯 这两名选手的话Major可能会稍微强一些 Puck感觉他打起来会有点犹豫 就很多的优势他有点把握不住 是的 不过他的一波流打的还是很果断的 对 我们这边看一下双方地图的一个搬选情况 这边Major是第一张地图选择木色 之塔第二张地图Puck选择的是环鬼心港 第三张Major选择斯莱斯废墟 然后Puck这边是搬掉了中心协议和莱瑞拉克之冠 Major是搬掉了皮昂台地以及乌莲娜 是的 双方都选择了内双加最大的一张图 这两张图呢 都是一些可以进周后期的 比较好进周后期的图 就Major的TVP的话 我见的比较少 应该还是挺有实力的 Major的话 他其实这么有进攻和压制王 特别是他很喜欢空头打神作的话 其实是比较非常有优势的一个 做得非常的好 那这样双方选手准备完毕 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身在地图下方蓝色的人组选手呢 就是来自于Invation Esports Major 而身在地图上方红色的神组选手呢 是来自于MSUM的Puck 他这个战队啊 MSUM其实不是战队 是他学校的名字好像是 应该是 Puck 他好像是从战队退出来了 然后他现在挂的其实是他学校名字 嗯 这边看一下他们的开局啊 这边上来水晶 都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不用那么早 Puck不知道 他这么喜欢用使徒 在PVT里应该也是以使徒为主 嗯 其实PVT票使徒也是很烦的 凤凰使徒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套路 Key的话要打P最好的办法就是进中后期 配合一些混合部队 就是Ghost加上解放者这样的部队 中后期就比较好打了 当然中 就在中期可能会有一个真空期 看他会选择怎么样的战术 不过Major的性格应该是一个比较偏运营型的 不太会太拼啊 不太会跟什么五圣避孕一样 上来先把你腿打断那种那种战术 他可能一般是 他感觉这边Major的风格有点像是我一波先打你 压不死你我再转空头 嗯 这边是一个兵营双开 常规开局 双方都是要打运营啊 这边T这个样子上来看 应该也是一个要双开的 兵营死神双开的一个开局 双方都是一个正常开局 都是要拼实力啊 上来先商讨商讨 实力如何 是的 这个图离得比较远 死神过去的时候 可能刚好有使徒 或者是母剑核心已经出来了 看到仙灶什么 母剑核心加追裂 那也可以 没有出使徒 出追裂的话 可能耗赤就会比较多 他的科技建筑会稍微慢一点 就有很多神族在追求极限的科技的时候 他就不会出追裂 而是出使徒 然后先绕了一下 找一下有没有野外的一个龙 是的 母剑核心出来这样的话 死神应该是上不去 这张图其实死神不太好跳 要侦察的时候 不过他这个水晶是封不住这个口 他想封右边那个坡 好追裂封左边这个坡 两边的坡都封住了 根本上不去 上不去 那什么都看不到 那等会他要侦察的话 只能靠撒雷达 这边VR 很早的VR 也没有出VS啊 果然飘使徒为主的人 他都会出能进 他不会打人组也要出引刀吧 他就直接VR 然后直接转VC引刀 然后直接投引刀 应该不会 如果他要这样的话 他现在已经下VC了 这个VR的话 他有一个几个好处 第一他可以尽早地出欧币 去侦察对对方的开局 人组这边是选择地雷 他是一个双开慢 接科技的套路 是一个空头骚扰的套路 这个也是也是偏断 偏断手 这个就是我打你的那个 哎你打我的那个 这就是我打你那套 你打我那一套 你又打不死 我没有用的呀 我不是把你打死了吗 有吗 呵呵 呵呵 我跟你说 这个很猛的 哦 这边直接空头自爆球了 看来是吧 哦呦 直接自爆球 他是有多喜欢自爆球 他太喜欢 PVT里自爆球你要炸到什么东西 可能是巨像 巨像也有可能 嗯 巨像也有可能对吧 就我们的解 就我们解释 现在其实PVT说 巨像也还是可以用的 对 但他这个开局感觉上 还是自爆球概率高 他太喜欢自爆球了 自爆球的话可以损了 这边解放者 先直接两颗雷先投出去 是的 断手断 断腿流啊 这边 但是他因为是VR比较早 他直接是先出了一个能阵 三追猎防空投 他已经想好了怎么怎么打 嗯一个叮叹直接往前飞 这个地雷应该什么都投不到 他出了 他出了几个叮叹 一个叮叹 一个就一个 然后他后面接的是能阵 然后下VC了 那这个地雷只要下来的话 就比较比较麻烦了 嗯 但是三个 三个水雷走在这地方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 是的 这边Major的细节 就做得非常好 直接投主框位置 主框没有防守 只有靠水晶 只有炮台 反应快一点 没有什么问题 他是埋不下去的 这两个水晶的位置 还是很nice 然后看了一眼走了 没什么机会 哎 这里好像要碰到冷静哦 看到冷静了 看到看到 这个 看一下就好了 死神过来看一眼 什么都看到了 他提了冷静的速度 这不是PVZ里常用的 那个空投自爆球的打法吗 再生Splink PVT也蛮好用的 感觉是要接一波啊 四个兵营不下去了 三框椅子也不开了 他要闪烁追列 带自爆球的一波 有这个可能性啊 因为他这个混合部队 打到中后期不好打 嗯 来架解放者 但是是追 这边PVZ是以追列为主的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没有 这个解放者没有 看到四个追列算了 不过没有反应过来的话 就不一定哦 先架先架先架 没有第一次 追列射程还是比较远的 你要卡到他 射不到的位置 必须要卡到很烦的位置才行 自爆球 十个 这 这边换了八个农民好像是 这边地雷好像炸了八个农民 地雷 地雷 阻碌的地雷 呃 趁着一个双方都在投的时候 这个地雷下去炸了一下 那也可以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八个农民 换十个枪兵 那我感觉还是 major这边转 major转了呀 这个双线 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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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继续的耗 想占便宜 这个自爆球 原来在PVT里 也是这么麻烦的事情 很烦 麻烦的存在 很烦 但是这边是打一波的 打一波的话 你这个十八个农民 就很麻烦了 好继续的架 这边还在骚扰 双方都在互搞 互搞 我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这边一下看 没有三框 懂了吧 懂了 直接走了 赶紧回去防守了 三框都没有 肯定是有古怪的 哦 人间要被炸 炸一下不要紧 不要炸两下 再爆接 他是提了速的 根本处理不了 我已经出来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出围巾才可以处理 这种空头 特别是你重组的 遇到这种真的好烦 你如果没有龙塔 你是完全解决不掉 是的 双方人口现在持平啊 但这边已经 一波还不出门吗 憋到什么时候 三框不开 你这样经济会越来越大 他要等多少个自暴球啊 天哪 好了 他应该有两到三个自暴球 现在三个左右 出门看到了 一个枪冰的路上 直接是一船冰过去 偷天换热 先来换一下 家里 母舰 没有发生 母舰 现在主框 刚方主框 中间还可以 水晶造成了一个 四宫八卦阵啊 基本上全部护住了 但正面 正面他兵够够不够 他好像只有枪冰啊 正面 哎 这个地宝来不及啊 感觉很有机会打穿啊 这两颗雷 只要不要中 就没有什么问题 起码我已经点了 自暴球 就一个自暴球 他看到了 两颗雷 上面应该有个欧币吧 直接飞了 直接飞了 地宝太晚了 来不及 好多准烈啊 是激烈爆啊 自暴球追猎一波 告诉你们 神猪才是真正的 这个波口 神猪怎么下来 下不来 关键是有自暴球 先点先点 上上轮镜操作不错 这边就有闪烁 操作空间也很大 加里 这波空头有大炮台 防守水晶的位置 都放得非常的好 全部无助 手足没有什么问题 就先点破一个房子 就可以自暴球 就可以无线耗了 自暴球上去 包进去 一个 没关系 慢慢想 他等这个房子点了 就可以 好 哎呀 两个光头 操中了呀 这个操作压力好大 这又 四个自暴球要亲命了 解放者架住了这个波口 不能让他们上来 现在还可以再往前面再加一点 上这个波口是挺难的 因为有解放者在 只能靠自暴球慢慢的耗 炸地宝 我强点 秒了一个可以的 操作很nice 一个都没有死 再炸一下 这个地宝都没了 农民赶紧过来修一下 现在帕克想开三框 但是那边 开不出去 有一船兵 他这个自暴球太烦了 他不要钱啊 他无伤在消耗你的部队 哎呦 这波 接 接下来 五个自暴球 这我觉得可以强上了都 再爆一下 就可以上了 再把这个地宝爆了 再把这个地宝爆了 就可以上了 总算是可以把自己的三框 开出去了 不容易啊 家里 守住了 没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帕克优势太大了 有个OB来了 有个OB来了 看到上去 直线往上T2 自暴球 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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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追猎 起连怎么输 他刚刚跳过 现在损失的话 追猎损失有点大 冰太多了 这冰太多了 差距太大了 这个解放者 应该收一下吧 收一下 再换位置架 换位置架 但是追猎 这是有blink的 直接强点 再刷一波追猎 就gameoff了 自暴球随便炸一下 这一步打得非常漂亮 操作很好 家里也守住了 没什么问题 刚解放者的位置 他是找到了一个空隙 因为他OB飞过来 看一下对方的 兵力分布情况 对 GG 恭喜PAK 恭喜PAK 非常果断的一波 这一波感觉 跟他的PVZ不一样 他PVZ很犹豫 也都不敢下 那这一波他打PVT的时候 他非常果断的 直接往上跳 他没有开三框 因为他刚刚 三框被限制了一下 我觉得有可能是限制问题 如果你不限制他 让他开了三框 他可能会犹豫 慢慢地回去运营 说不定 这个战术套路 他就用得非常地好 他前期是靠四个追猎 加一个OB防守空头地雷 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出自暴球 先空头骚扰一下 对吧 能骚扰到什么东西 让Major非常意外 就他前面操作失误了 死了十个枪兵 是的 下一张地图是环鬼性 说实话 我真觉得可能是Major自己 有点作误 你知道吗 他如果不压 那个帕克的三框 帕克真的说不定回去运营了 是的 他主要刚刚第一波 被炸了十个枪兵以后 他感觉后面的兵力就不太足了 前期是损失了十个枪兵的话 兵力损失有点大的 是他分了一船兵去空投对方 所以他正面兵力是明显不太够 直接就被那个追猎打爆了 因为他又是空投地雷 是属于有点慢科技 还这样的话 他在人柱在开箱框的时候 才会去慢慢地补自己的兵力 所以前期他的兵力数量是不够的 损失十个枪兵他很难补 不过看得出来 他在处理自爆球方面 那个扇的好像不是很理想 不过也跟他戒指也有关 而且自爆球太多了 你怎么扇都会损失 是的 那将所有选手也是准备完毕 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 好的 进入到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出生在地图上方 蓝色的人组选手 是来自Invation Esport的Major 我出生在地图下方红色的神主选手 是来自于MSUM的PAK 地盘放了一个一波流 不会是他妈妈生日了 今天是有神功护体 对吧 PAK现在实力确实比我当年 见到他的时候强很多 当年的时候 这还是一个美服中师 前十左右的水平 就是一个中游水平 还是干的你 我跟他打得有来有回 二比一 然后输了 你他这么直接行不行 能不能含蓄一点了 好 这边还是一个正常开局 双方都一个正常开局 农民他要去探路 这个还是一个冰 还是正常的 感觉他们都是老师人 不太狗 看看神主 依然应该是一个冰银双开 PAK看会不会用出 再也用出 就让我们觉得很吸引的 这个一波流 刚刚那个自爆球一波 其实是很少见的一波 我们见过很多使徒一波 什么使徒凤凰一波 反正中国选手 应该是没有用过这个套路 可以学习一下 怎么防守呢 所以我觉得 他首先冰药够多 不能被那个自爆球 烧到太多的东西啊 这边农民都过来 双方探一下路 还是一个正常开局 再双开 跟刚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个农民再看一眼 看你有没有下二期 这个农民是看二期的 再锁定一下你的水晶位置 只能够死神过来侦查的时候 可以直接奔你的水晶 去看你的科技建筑物的情况 再生出来 直接挂双倍 他这样的话 他枪兵在前期会有点多 是的 他变套路了 这盘还是出了一个追猎 一个母剑核心 再生折月 我感觉有可能 还是跟刚刚差不多 看他下第一个科技 是什么很关键 我感觉帕克不太喜欢用飞机场 他还是应该会走VR 我觉得 他走VCVR都有可能 但是他不太爱用飞机场 跟我们的神族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张图死神是可以直接跳上去侦查的 是的 看一眼 但是他没有下科技建筑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一个追猎出来 手一下 应该要下了 不急 再看一眼 他在等一百的气我估计 一百的气 VR 还是VR 还是VR 就是不出飞机场 这个死神 死神看得到吗 看不到好像 看不到 但没关系 他只要往上走一走 你们可以看 回一点血就好了 直接开自己的一个三基地 很快呀 他是VF以后 直接的三基地 是的 就Manager这边还是一个 以运营为主的开局啊 这样的话很怕一波 你要防一波的戏力 要做得很完美 才可以防得住各种一波 他这个前期想要靠 这点枪面顺点不够啊 别这个别急 现在帕克还没有亮剑啊 看他第二个科技建筑物是什么 才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套路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自爆球 有可能 其实这张图自爆球的话 也是可以占到很多东西 便宜的 先出OB 气况有点晚呀 他VR找的话有很多地方占优势 因为对方如果是一个极限空投地链开局的话 这个VR 这个OB正好是可以出来的 守住空投地链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自爆球 自爆球猛男 以后叫帕克叫 对吧 北北美自爆王 北美炸死黄 你不是说文明一点吗 这个是黄 黄树东的名字 很文明的好不好 黄树东那个炸的完全就不一样 你知道吗 他那个炸 他不管是 起点埋之炸 他前面打ZVP也是用自爆球为主 跟主流的风格不太一样 对 主流的风格 比较有特色 对 他主流的风格都是一些凤凰使徒之类的 他又空投 又是空投地雷 好 这边又是两颗雷 不知道OB能不能看到 感觉上能看到 太爆了 nice 那这个怎么投呢 又是VC 看到VB了 看到VB了 那应该懂了 知道又要的 但是知道归知道 冷静出去 不是他这个套路就不变的 就是这一套 我就用这套打 看追猎在哪里啊 追猎呢 追猎在二框 哎呦 他投的是主矿呀 主矿应该有 这个母舰核心 他又是要打上盘的那个一波啊 感觉 又生了 是呀 在补兵营 主矿 主矿这个地雷看能炸到什么东西啊 看一下水晶位置 母舰核心 跌得有点远 我记得只是埋三框 别人不开三框的呀 谁跟你说帕克要开三框 帕克不开三框了 又五个兵营下去了 又是这一波 这一波太猛了 不过这一盘的话 major换套路 他是出坦克防守了 坦克防守的话就好一点 是的 不过说实话 帕克的自爆球操作 还是很不错的 他不管 哎 走过路过 被炸了一下 好不爽 现在这个 炸你 耶 能哪 怎么会飞 他看到自爆球了 家里应该不会跟上盘一样 被炸的很伤 那直接出围巾防守的 插肩而过 插肩而过 故意停一下 哎 这个停的好呀 这个故意停了一下 我不走了 再刷两个追猎 一会直接丢追猎 护自己的门径 护一下行 护一下行 他又飞回来了 哎 哎 我有速度了 现在我速度好了 你追不上我 追不到 来来打我呀 要爆了 要爆了 不会爆了好不好 就上最后一下 相信我不会爆的 专业解说 他他有速度 一颗雷 我这颗雷 家里没有反应啊 四个 我已经挂了 刚就差最后那么一丝丝的血 差一下 但没办法 一滴血 他有速度 他有速度 我本来以为那最后一下应该会直接秒掉了 没想到还有还剩了一滴 所以说呢 孩子还是要相信专业解说的判断是不是 专业解说判断刚刚最后一下应该补到了那个血量 感觉 哦 是这样的吗 在我就说他不会爆 那一滴血量有什么办法 又来一波了 又来一波了 他这一波其实前面这个能 能镜是很重要的 绝对不能死啊 是 死掉的话他需要花时间去补能镜 那他会少一个自爆球 少一个自爆球 这边又没这么大压力 但是我感觉这一盘的话 帕哥这一波不一定打得下来 还有坦克 对有坦克防守 而且问题是这个冷静的血量非常的低 他的操作空间没那么大 这一波你还能打死他 防守得非常的正对 对不信 这真不信了 兵力非常的多了 就看这个炸死球了 北美炸死黄 两个地堡下去怎么打这一波 先靠自爆球 只能靠自爆球 四个自爆球 这边想换坦克 差这差坦克这个位置 哎呦 哎呀 两架 再收走 这个坦克坏了 就两架坦克了 现在 而且这秒他也被炸得有点糟 坦克赶紧上去 好虚现在 只要是头上停了一个 欧兵没有看到呀 瞎子呀 是的 这个头 全部被神主看在眼里面 已经不管了 现在要强冲坦克阵了 坦克在上面收上去了 有点猥琐 怕被自爆球球 哦 这个自爆就把全部秒掉 这边没有运输机呀 就一架 这波还不好说啊 就看自爆球的防徽现在 关键是他能净处理掉了吗 骑脸 这边自爆球攻兵 强点坦克 坦克已经被点光了 但这波兵还是很多 自爆球好像没有CD了 再跳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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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真没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没 就 刚才炸了七个 哎 这个本来正面兵这波不被炸是玩爆最烈的呀 被炸了有什么办法呢 又来又来 这个有点招不住了呀 这个位置卡的有点反动 怎么弄吧 哎呦 被强点了 自爆球被强点了 光头还是很多 看能不能一鼓作气啊 冲上去 光头现在被削过攻击 有点没了 但自爆球没了 自爆球没了 还有坦克 后续全是炸裂 自爆球已经被耗光了 这波感觉脱农民 水里还是很多 看这个解放者 上面还有一架坦克 也没有想到上面有坦克吧 他这个 还有一架坦克 坦克超神了 上面那架坦克 这边耗的弹精良卷 农民都送给你 不要紧 只要守住 T现在就赢了 对 T现在的经济势比神助好的 神助完全没有三框的 直接一边两框一波 神助没有自爆球的情况 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 尾锁住了 这样的话 帕克打不进去了 就三开了吧 这个就三开了吧 这个刚刚主要那个 是Major被炸了一波冰 否则他这个三框都不用飞的 他被炸了 大概七八个冰左右 太伤了 刚刚那一波 强心点掉一个解放转 关键还是要靠上面这架坦克 这架坦克轰了无数炮 输出了成蹲的伤害 现在 现在Major也没有办法 下不去 他估计要等 续几波冰再下去 我觉得他要开矿 要转运营 他只能转运营了 感觉 他要一上这个口是不可能的 没有自爆球 直接开这边 他在这个位置 让人组想不到 人组想不到 对 帕克以为没 那个帕克会直接就是两块一把磁把到底 他T在三框那边是有一个东西在的 应该是死神吧 那个是什么 农民还是死神在三框那个位置 地雷啊 一开始埋 哦 你们是埋了一颗雷在那边 所以他 哦 这个 不要紧 现在T 其实他也不 他也不缺农民 他矿都要干了 主矿要干了 二矿也要干了 他估计要下来了 估计要下来了 哎 这么点追猎 你为什么不敢下来吗 你是怕炸死球炸吗 你可以上运输机啊 先投到右边 然后再往这边坡上走 不是很完美吗 他清了一下OB啊 直接空头出去 OB还是这个位置啊 他现在要想 想办法下波 他写强迫坏 坦克被强点了 这个位置 但是 两个坦克都没了 光头交错能力啊 光头这么多 下了 但这波 这波空头可能会要命啊 好像看得到三框吧 关键是帕克不知道现在 不知道家里去了两船空头 这两 这两船兵可能会 要命了 要命了 把这个局势给转过来 双方的钱都不多了 因为 矿都要干了 他地宝还卖掉 真是节约 哦 这一波船直接投下来 完了完了完了 家里什么都没有 开花 开花了 这个水 水晶 先填水晶 炮台没有用 一个炮台根本没有用 再开一个炮台 后面这个炮台可以 有使徒在下面点 还可以 他他应该上上运输机的 但是帕克的经济 真的是损失的有点大 他刚刚这波上运输机的话 可以上到很长的时间 不过现在Major经济也不好 他三关一直开不出去 被这一波闪上 最练不停的消耗 他的科技也很差 好强烈 把这个运输机点了 再接炸死球 防空点了 这个球 这个球很关键 这边兵不敢过来了 强点三关 飞了吧这个基地 这个基地飞了 再不飞没了 吸收一下火力 有球 有球 六个光头没了 又来 这个炸不到 这四个炸死球 都这样被卖了 要接 只能接这一两个 接了三个下来 还不还不错 但是说实话 你正面的靠追裂盒 这个东西 不足以致命啊 致不了命 没关系 他现在压的就是 人猪开不了三矿 人猪矿干了 但说实话 帕克 如果这个矿被发现的话 那他这盘就要走了 马上就要被发现了 看Major这两只 这两只船兵的点啊 应该是已经看到 他四矿了吧 四矿的位置 他这个四矿 怎样被投掉 那双方精力差不多 啊 刚刚又死了 七八个兵 这Major是不闪不闭 完全靠内力打呀 不过这边 三矿要被点了 帕克现在只能亡命一击的 他回家就是死 他回家替三矿 他压不住了有一点 现在替的话 解放者的数量有点多 这不闪不闭 全靠内功怎么弄嘛 他就一个炸死球 你照一下可以下来了 好不好 就一个 诶 这边被截了两船兵 下来了下来了下来 终于下来了 他又被炸了一下 好像又 一排的实体啊 我 枪兵怎么感觉都死光了 他这两下被炸了20人口 看来帕克肯定是去 去研究过Major 他躲不来自爆球 这最后一击了 这个这个这颗地雷他他也没有心思去处理了 双方都没都没钱了 但是替的矿飞下来了 这个OB活了一万年到现在都没有被发现 是的 强强行一波了 强行一波了 这个就看最后一波了 我感觉很难打很难打下来 这波坦克数量有点多 高地还有坦克 而且还有两个解放者 应该是冲不上去了 这个位置架的 他要先去处理坦克 看他这个样子 也先要靠这个能 能静把坦克 偷掉 他已经转转转过去偷坦克了 看上面偷坦克 偷不掉 加一下 想到吧 炸出来了 又没了死人口 太惨了 这个被炸的 我只能说 这个自暴球 为什么一下就可以炸这么多呀 这个OB没有处理掉的话 他的正面部队 但是Major现在有钱 随便给你炸 我有的就是钱 怎么办 钱多 不过正面平均顺的差不多呀 主要是打不进去 他可没有钱了 现在他弹尽两绝 他三框 在还没好 刚刚才放下去 继续的来 现在来偷框 炸农民 哇 哎呦 农民和兵一块给你炸了 这人口 好不容易补一点兵 又被炸没了 好不容易补一点兵 又没了 我只能说 这个Major躲自暴球 实在是有点水 现在帕克 就靠两个自暴球活活活的在消耗他 但这边解放者数量还是很多 解放者数量起来的话很麻烦 这又来了 这又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 我又来了 对不对 哎呦 没反应到 这一下有点伤了 又是9个农民 这怎么弄完 连口强性炸成一样了 现在就26个农民了 真是英雄一样的自暴球 你还不如不要动呢 刚刚那个 他那个农民不要动 我觉得死的少一点 他好像是没有定位到 帕克这边的处理的位置 他两个解放者一直架着 都没有去解决这个能径 他要是早一点去解决就好了 这个解放者 你要追上这个 就赶走 提速能径是不可能的 就赶 就不要让他下来 是的 你就在这边巡逻住 这两个OB都看在眼里 你要出门的是吧 哎 送你一个球 这边看到他出门了 这边已经等好了 两个追隶吸引一下 快来点我的追列呀 快来点我追列呀 哈克已经在转闪电了 他的矿也开始运营起来了 现在已经在恢复经济的状态 Majer现在只能靠三矿 29个农民苦苦支撑 又来了又来了 你不会又被炸没了吧 天呐 这个消耗的Majer生不如死啊 这两船兵投出去 这里 哎呀 这两船兵被截了 你就10米大了 还好还好 他他懂的 这两船如果被截了 就10米大了 又来了又来了 又又又又又 帕克的自爆球操作 真的是有点好 各种骚 是的 这盘我估计啊 这个Majer死在自爆球手里的单位 至少有60人口 不止了 估计有七八十人口 加快一百人口了 如果算农民的话 估计有个快一百了 好嘞 哎呦 天边过去躲开了 再开矿 自己三矿那边都不开了 这边都有视野啊 帕克把视野分在得很开 你只要从哪边出来 我都看得到 现在Majer想空头打开局面 但是被圈养在家里 很麻烦 这边出来了 但是有电啊 反馈一把电 合个球 好 还好 还有六个兵活着 只脱农民 脱农民很伤啊 啊 这个刷兵实在是太慢了 天荒地老 没有病 农民死了十五个了 这波农民死的太太伤了 有点伤 农民死的很伤 是的 关键还换了一波电饼 这波空头还是不错的 他前面追列好像是没有看结到 没结到 那个是贴边走的 哦 他是另外两船饼啊 那上面还有两船饼啊 这是后面的两船的吧 他又过来了两两船饼啊 但是 呃 现在Majer照了一下 你看这边的四矿没有抓到 自爆球 自爆球 又来了 哦呦呦呦呦呦呦可以上冷静可以上冷静跑没有办法 毫无办法看到了这边的私矿私矿点掉 但是这边的兵支援的很快啊 守不守守不守 那强点哎呀应数机直接被点了这样就是两船兵能不能换掉 把基地换掉还可以换掉换掉了换掉了换掉了还好 还好如果这个基地没有换掉那真的是遭的换掉了还可以接受 哦转角遇到爱没有没有遇到跑了 还能炸一下这好烦啊这个冷静 现在麦克真的是心里有一万个东西想干死这个 派克现在一条线的视野全部打开 右边就靠那个冷静跟自保球 左边就靠自己的一个追裂 是的他的兵分分散成三坨 上面一坨中间一坨下面一坨 想空投对吧全在我的掌握之中 哦不过这两船过去了刚好错过 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那组框遭中了 他没有看到这两船兵 家里面要出问题啊 现在麦克就想靠空投然后打开这个局面 闪电这边科技可能会被点掉哦 照了一下什么都没有直接投科技 好开心啊这个时候 BFVT先给你点了 BF在转先点了然后点VT 怎么办现在他防守防太远了啊 地雷往上爬了还要阴一下 现在麦克就可以把四框先飞出去了 先不要管先飞四框 不然你又要断经济了 要断两个人 直爆球 还好 这个我再被炸到 被地雷耗了一下 再被炸到我就 啊 还要被抢裂 哎呦天呐 这这两船兵你为什么能被炸到的啊 你两个运输机你直接上运输机就好了呀 反应慢了还是 嗯 这个我只能说这个反应 躲直爆球的反应太慢了 但现在的话 其实经济都不好呀 都是单矿 其实可以说是单矿在运营 这个我只能说麦克又送了两船兵 这正面又没法打 机有闪电的呀 现在很麻烦 P只要把自己的矿一下开 慢慢打你毫无办法现在 空投投不到 然后他只要压压压压你四矿 麦克三矿也要干了 怎么办 呃现在麦克你要赢的话 只能孤注一支拼一波了 但是他有坦克 自动性不强 我解放者 他解放者提射程了吧 应该没有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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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射程的话 是可以在很远的地方架的 他还有钱 他其实就应该反骚扰 就是把射程提了 就各种的出解放者 烦死你 你也才不了矿 因为他没有空军对吧 他没有空军 对啊 他没有被S科技的 他没有被S科技的 又赚出来了 哦呦 这你的四矿要被点 现在局面不好说啊 不过正面帕克是要顶了 帕克要顶了 帕克这边顶的话 哦坦克这已经架好了 这边坦克加解放者 防守都天翼无风 这边还有两个解放者的烧老 四矿点掉 这四矿不可能给你开了 如果现在再给神助开一个四矿的话 就不用玩了 是哦正面这一圈 这边要强打 这边要强打 强点 直接跳脸 这是什么鬼 弹克轰成渣渣了 是五加坦克架子呀 他没有OP定位 哎呦家里面断电了 水已经 他乱了 他主要被 被投了一下 乱了 然后也不管了 哦这个真的 点点点点点 点四矿 但是他出兵点被断了 这基地不能掉了 这基地已经掉了 但是出兵点被断了 P的出兵点被断了 T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钱了 双方差不多 伯仲之间 是主要家里面现在刷不了兵 水晶全部被点了 而且断电 并如果被打的话 一会儿 先走连刷兵都刷不了人 是的 梯子要守住这个 口就好了 不要让P突破 他又要墙上了 我的天哪 五架坦克 不要这么忙啊 不要忙啊 上不了的 他上不去 坦克只要架在那里围说 就没有办法 这两船兵估计打完之后 装了以后就直接往矿区走了吧 这两把雷达已经照了 这两船兵把他出兵点全部打完以后 他也没有后续了 只能回家现在 闪电截了 闪电可以截一下 闪电 温中捉鳖 还有闪电数量有点多 不敢来 这个追猎过来保护了一下 家里是没了 家里是没了 全没了 他出兵点现在只能照在上面 这个BF攻防就是没好过 又被打爆 肯定好不了 这个 还好Magic这两船兵立功了 他回来只能把这个兵吃掉 帕克刚刚如果 其实是不要出门 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防守 是Magic没有什么机会的其实 但主要是他的矿开得太远了 在左边 他要防守左边 然后又要这样 他的战线拉得太长了 是的 这边随着跳一跳 这部兵终于处理到了万个支援 打了一万个出兵点 正面出来开矿 坦克一架 经济恢复起来 现在双方 感觉上帕克还是比较烈 因为他现在要 他没有出兵建筑 要补科技补出兵 什么都要补 什么都没了 关键还卡人口 虽然Magic也没有钱了 但是他机动性强 这边如果截不到 这边这边的空头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 他的兵已经不多了 帕克刷不了兵啊 闪电 看到一个墙兵不能放电 这个电是很金贵的 对吧 恢复了多少能量 但他从这个坦克加解放者的阵子也是不可 你不刷兵你怎么办嘛 他还在开矿 他还在开矿 这波是签字来的 他的场景有角速吗 应该没有吧 我没看到他升过角速啊 没有没有 看他这个走路姿态就是没有的 这个垫一下 就Magic在处理闪电方面还处理得很好 他分一小头兵先上去骗你的闪电 然后你打个针 骗完了就可以跑回来 让运输机奶就可以了 这什么 怎么全红血了刚刚 刚是被电了吗 闪电是换掉了还是怎么样 没有啊 全红血了 我没有看到 没有没有 他是想要把运输机能量消耗掉 免得被反馈 不是吧 自己加针加红血 然后把运输机能量消耗掉 他这个也太红了吧 刚没有闪电电他吧 怎么会自己有红血 他怕反馈啊 他现在运输机很金贵 这个也扎得太红了一点 我知道他可能是要直接去打了 但是 他这个冰的生命值也太低了一点吧 这边又要换家了 估计这边的视野PAC做得非常的好 一个使徒 两个使徒在中间看到了 你过来吧 那我直接就 要刚正面再换家 真的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不信吗 他现在运输机 是要拿来接坦克的 不能被反馈 反馈掉的话 他这个坦克就没没操作空间了 是 但是他现在 PAC的兵力 包成了一个圆闪电 哎呦 追成马了 追猎现在还活着 追猎还有十个 还有一个球爸爸 先把解放者处理掉 后面还有三架坦克不足为据 刷一波 擦死图之类的就可以了 这个坦克走不了了 现在 七点了七点了 这三个使徒要超成了 麦就最后一波冲锋把自己送掉了 他那个冲锋直接被包了个圆 坦克输出被浪费了非常多 不是他那个兵刚刚 因为那个血量本来就不多 他血量倒是补起来了 主要是他坦克的那个位置 很难全部输出到一个点 被消耗的很惨 被那个垫垫的 他基本上那个吃了三把满垫 三把满垫 电满垫 这三个使徒处理不了 那现在 现在麦就要断粮了 屁还有农民在 这边有个解放者架住 赶紧的投矿罗啊 屁也差不多了 屁也断粮了 你看他下面这个矿也干了 三矿也干了 就四个小矿在才 但是屁打残局有有有有 就有一个球爸爸 他只要有气就可以了 就拼命的抓球爸爸就可以了 球爸爸 不要太威武啊 好现在麦就飞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基地 双方打的弹精良绝 哎呦还运碰到了 运输机不能被点压 闪闪闪 靠闪电 一把 两把 还有两把电 三把 还有三把电 这个碰到电真的没有什么办法 现在敢不敢来一个 盛大教主的操作 三层 五六个点 现在有七个兵 闪主要去站出兵点了 想通了 去站出兵点了 现在有七个兵 你把它站成七个点 你就可以A 就可以A死这些追猎了 人组的出兵剑主 要是被点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这边不敢打 这不不打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闪电数量太多了 对啊 关键他上了这个坡后 你就更不用想他了 坦克回来了 哎你闪电 闪电脱节了 闪电没有走 已经看到了 还好还好还好没死 赶紧变球吧 先把电放电放完变球吧 完了死了一个 满能量的 两个 强点这边电 还有电 完了 这一波交换神主装了呀 这帕克赢了呀 这波又把自己的兵送完了 直接上去出兵剑主点了呗 或者就打矿区打了呀 是的 我只能说 后面后面后续还有一波兵 倒不行 这个电兵真是硬 被轰了两炮 居然还活着 现在这个矿区已经守不住了 守不住了 还有电啊 这边还有电 电还没来 来一把两把 又没了 合个球啊 对啊 合个球啊 都是才的 赢了 恭喜帕克 打得非常漂亮 恭喜帕克 小组第一出现 这个小组 其实他小组第一出现 应该是我们 没想到的 没想到的 这四个人当中排名最低的一个 大家都会被看好的一个 但是他出现了小组第一 不愧是有光环的猛男 是的 最重要的是 其实我们看到两盘 第一盘的话 其实他两盘战术很像 第一盘主要是一波打成功了 第二波没有成功 但是他利用自己 他两盘就是一样的战术 就是一样的战术啊 第二盘虽然一波没有成功 但是我靠自己的一个能镜 自爆球赚的太多东西了 这我只能说是 Major处理自爆球 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老师被炸到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如果是个重组 还可以理解你蟑螂刺舌 被这样炸 可以理解 枪兵 你扎个兴奋机一样吗 就散枪兵会不会 T一个兴奋机 一扎三成一朵花 一扎一样不是瞬间操作的事情 或者是你直接强点那么多的 而且特别是他很多次 就一个自爆球下来炸他的时候 他那么多的一个枪兵 直接瞬间去点那个自爆球 我觉得都有机会点 集火也可以 但是他 他其实 他就没有散你知道吗 第二个就没散 他如果散一下的话 至少可以减少 不要一个自爆球 炸到七八个兵 中间还有两个光头 你说这怎么玩吗 是 一个自爆球炸七八个 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等待下一场的话 一个败者组的比赛 大概 是 你的败者组的比赛 你更为了 你能一丰富了